罗斯科夫现在比赛开始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现在罗斯科夫在进攻 我们看到陈韦兴的是著名的销球手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也是我们的老搭档 前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姚国志先生 姚二岛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罗斯科夫你觉得他在打球的时候 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他主要特点是一个 因为他左手横过球盘 打法比较凶狠 落点也比较刁砖 他的特长就是擅长于打双打 他曾经拿过双打的世界冠军 他现在是德国的国家男队的总教练 冠军 陈韦兴今天代表亚洲出战 应该说也是日本 也是我们内蒙古人民的光荣 因为他是来自呼赫浩特 从小在呼赫浩特起步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入国家队 然后又到了欧洲 现在他也是欧洲的著名运动员 曾经获得了欧洲锦标赛的冠军 这个队员的特点是打法销球比较稳健 然后销中反攻 他在对付欧洲运动员的这种 大力的弧圈球方面 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 因为他很早就到了欧洲 他去欧洲已经21年了 是在奥地利 我们知道奥地利在2003年的时候 他曾经获得了一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冠军 就是施拉格 当时他遇到的是韩国的选手朱世贺 结果是战胜了朱世贺 今天朱世贺也来到了现场 等一会儿朱世贺将代表亚洲出场 他是第五个出场 今天第一场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陈卫星和罗斯科夫 第二场就是中国国家队 前国家队的队长郭艳 对索尔加 欧洲一名索尔加 第三场是一个混合双打 就是这个李平 郭艳对佩尔森和索尔加 第四场 第四盘呢 就是中国选手李平 对瑞典的老将佩尔森 最后一场就是 由韩国的前世界著名的 肖球手朱世贺 对男子单打的大满贯得主 就是瑞典的瓦尔德利尔 今天是采取五场 五坛三胜制 陈卫星这个运动员呢 是拼劲比较足 肖球也比较稳健 他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正手攻球的杀伤力 还比较高 所以他在欧洲 能够占于一席之地呢 是因为他的打法 和他的拼劲 第六板连续的抢拉 罗斯科夫呢 也是40多岁的人 应该说保持这样的体力 也是不容易的 我说他会说 他会比较高 他比较高 是他会比较高 能够较高 他比较高 是他会比较高 这是瓦尔德利尔 他看到这球 也是很有感慨 因为这些老运动员 他们年岁已高 年岁已大 所以体能是他们的弱项 但是手上的感觉和技术 包括战术的意识都是非常好 是的 他们也希望给我们 乒乓球呈浦阳的观众 带来一些享受 说到手感 你看刚才陈卫星打那板高球 最后一板就是带有一点批杀的性质 他打过去代表下手 这运动员非常的幽默 也是希望给观众带来一点乐趣 其实体育和娱乐之间 其实是有着一个 很近的一个联系 也希望能够把体育 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更多的娱乐性 好的 陈卫星拿到了一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6 7比8 现在这个 我们打的比分打错了 现在应该是7比8 这样追到了8平 这是郭月华 8次世界冠军 旁边的是谢赛克 谢赛克也是一个纸板快功的运动员 郑娇 好的 差别了 9比8 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罗斯科夫这个拉球啊 他的点很低 这是典型的高调狐圈球 罗斯科夫那个年代呢 这个 胡圈球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现在呢 是拉高点 甚至拉起点 现在呢 过去呢 是以拉下降点 或者是下降中期为主 所以呢 显得稍微慢了一点 但他一个好处呢 旋转比较强 比较稳健 缺点呢 就不够凶横 对 他拉下降点 就是球正往下掉 然后往上拔 所以这时候这个劲使的是两个 能够借力 对 现在罗斯科夫发球 把球拉起来到正手 陈运行反拉 陈运行的反拉能力很强 这样在第一季的比赛中 就打到了十平 十一比十 陈运行领先一分 好的 这样陈运行在第一季的比赛中 后来居上 以十二比十 取得了胜利 姚格志教练 您觉得这次 来了十七位世界冠军 你们是不是平时也很少见面 现在就见面比较少了 因为大家都基本都退役了 个别的运动员还当教练 但是很多都从事了其他的行业 那在大家见了面以后有什么感受呢 非常亲切 有说不完的话 另外你像郭艳这次也来了 那像您和他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 对 但是他打球的时候 我们还经常的 在队里 在队里还经常看 您感觉就是在您当教练那时候 就是带这个邓亚平啊 带杨颖啊 那个时候和现在的这个打法 有什么哪些重大的变化 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 现在比过去凶了 比过去快了 前面我说了 过去呢打下降点 或者下降的中期 现在有的时候下降的 上升的中期 初期就出手了 就咱们用咱们讲叫快思 或者是说快博 这是这几年的发展比较快 罗斯福很幽默 他把这个残范的黄牌掏出来 给陈远兴示了一个黄牌 但是他们在打表演的过程中 运动员也是很在乎 特别是这些曾经获得过世界冠军的人 他们很在乎自己的这个荣誉和成绩 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取得胜利 但是同时他们也有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特别注意观众的感受 往往呢就特别希望给观众 带来这种愉悦感 拉起来反拉 你看陈远兴这个反攻啊 还是相当有能力 他现在的攻势比他过去当运动员的时候要多了 因为他年龄逼地大了 如果守得太多了恐怕体力不支 所以呢他加强的攻势 加强的变化 大家看到这反手销得非常好 顶大班第四班 我们看到这些老运动员 像罗斯科夫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在世界上是前几号的人物 对 那像陈卫星呢 应该也是在十几年前到欧洲的时候 是他的黄金时段 那现在呢 大家看像陈卫星啊 也50了 罗斯科夫稍小一点 也这个40大起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现在还能够展示这个乒乓球的技艺 这个确实是很好看 现在放弃高球 可以看到这运动员的手感非常好 打到反手 下来 15 打个15吧 今天可阳的观众也是非常开心啊 所以现在各种赛事啊 都是受到大家的欢迎 比如我们中央电视台 现在转播的 这个全部平凡球警告赛 团体的决赛 接着呢 要在28号 这个要转播男女单打的决赛 还有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 但是像这样的比赛 我认为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他看到了这些老的世界冠军 就会想起过去 同时他们在打球的时候呢 又很幽默 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 也就是说 看他们比赛 实际上是看这个平凡球的历史的一部分 罗斯科夫呢 当时是不讲理打法的代表之一 除了他以外 还有法国的盖廷 那一批运动员 也就是我们说 所谓不讲理 就是说 他在打球的时候 他非常凶 有时候好像让你感觉到这么打 这个对不对啊 但是这种凶狠呢 往往给乒乓球带来了一种趋势 但在整体上来讲呢 并没有战胜这种 讲究这个合理性 尽量少失误的 像孔仁辉为代表的这些运动员 凶和稳要合理 5比5 脱杀的太多了呢 可以弱的打强的 或者可以战胜很多好的 但是也可能输给差的 因为它不够稳定 真正要稳定是 该过渡的要过渡 该凶的一定要凶 5比5 雅尔导要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乒乓球的 全球锦标赛 你看了以后 或者世界锦标赛看了以后 那其实 就跟当时那个罗斯科夫啊 盖廷那种不讲理 打得差不多 比较出手比较早 比较急 对对对 只不过呢 现在呢 就是过去呢 好像说不合理啊 但是现在呢 他把不合理变成合理了 这就是技术的突破 没错 现在罗斯科夫 也给裁判出了个难题 他呢 是把腿翘起来 发了个球 那么陈维兴认为 他这是犯规了 但是呢 根据规则规定 好像也没有什么明确的 是吧 只是规则规定呢 就是在抛球的时候 手要放平 然后呢 要这个 平行的抛起来 在球呢 这个开始下降以后 再击球 现在双方打到6比6 我们这个浦阳的 这裁判虽然职场也比较多 但是这种场面 可能还接触的少 他们实际呢 在比赛过程中 也是展示一些幽默的特点 陈维兴刚才这个 发球抢冲质量很高 漂亮 这个球是超级球 罗斯科夫说这个球给陈维兴示意 说这个球好 陈维兴也认为好 但是他说是不是可以得两分 对 他说是这个意思 开玩笑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7 比赛采取三局两胜制 但是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这个50多岁 运动员来讲 也是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体能的消耗非常大 反手胡娟 正手连续胡娟反了 漂亮 这时我们又看到了 90年代那时候 罗斯科夫的风采 当时1992年 我记得是法国的盖廷 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单打冠军 那么在9596年的时候 罗斯科夫那时候是非常的好 在世界的排名 我印象在前两位 当时他对中国的威胁挺大的 就是我前面说 他打球不讲道理 就比较凶 这个比较凶 就是什么有的时候比较难对付 他一旦打顺手了以后 你很难防 这样罗斯科夫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就以11比8取得了胜利 今天这些老的世界冠军给我们展示出的这个风采 确实很难得 所以平凡球关键是手上的攻击 虽然他腿体也跑不动了 但是可以看到手上的控制球 不判断球的能力还非常强 没错 手感相当好 基本功相当扎实 这是佩尔森 佩尔森也是现在还是活跃在这个一线 代表瑞典队参加的赛 现在罗斯科夫拿了个大拍子上来了 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 这个组委会也是跟运动员们在交流 他们主动提出来说我们岁数大了 希望能够展示让我们现场的观众开心 让观众们看到乒乓球的另外的魅力 所以今天的比赛第一场是亚洲队的陈卫星 对欧洲队的罗斯科夫 第二场就是亚洲的女子选手 前国家队的队长郭艳 对德国选手索尔加 索尔加是90后的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选手 那么第三场就是郭艳佩尔森 对索尔加的混双 第四场就是李平对佩尔森的男子单打 第五场也是压轴系 那就是由瓦尔德内尔对朱士赫 这里面要说一下就是个索尔赫是吧 索尔加 索尔加她是这一次奥运会的女团的主力 对 亚军 是的 输给中国队得不对 但是她呢打得非常好 对 现在双方亚洲队和欧洲队的比赛 来自内蒙古霍哈特 集的这个运动员陈卫星 现在呢是领先 内蒙古的乒乓球 曾经也出过一些优秀的选手 就包括陈卫星 现在呢内蒙古队也有拼超联赛的一支队伍 就是由前世界冠军 北大的副教授刘伟 带的这个 厄尔多斯的一支拼超的联赛的队伍 好的 浦阳刚才的小朋友 在这个比赛之前呢 是和我们的世界冠军进行了一些互动 就是浦阳乒乓球学校的一些选手 他们这些选手来自江苏 四川等全国各地 都是由于浦阳呢 这有一个国家拼协认可的 一个乒乓球学校 也搞了多年 所以他们都聚集在这里 那么现在也培养出了几百位运动员 其中包括像世界冠军 我们大家熟悉的刘伟 还有像现在的这个周宇 都是从这儿培养出来的 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在开始的那个交流中 他的将近80岁的老将郑方德教练 亲自出场指挥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他也是浦阳乒乓球的功臣 对拉 陈雨昕作为一个销球手 他的对拉能力非常强 5比9 前面先发球 这样到了比赛的盘点 如果陈雨昕取得这个第一盘的胜利 那么亚洲队将以1比0领先 第二场出场的是 中国国家队的前队长郭燕 对德国的本土选手索尔嘉 由于在事前 由于在事前 我们的这个运动员 特别商量说提出来 能不能在比赛中 我们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不是可以 可以引起观众的一些乐趣 也得到了组委会的认可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乒乓球如何更加娱乐化 这也是引起更多人关注的一个方式 这陈雨昕这位亚洲队取得了第一分 我们请姚国志教练 看了这场比赛以后给点评一下 这个两位老将确实是基本功非常扎实 比赛打得也非常精彩 这个陈雨昕消球消得比较稳 还有机会反攻 罗斯科普呢 他现在呢 对这场比赛